反正不管什么 到最后就变成可爱女孩子的情况 通通都可以叫做娘化 万物皆可萌 可爱及正义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例如 有着黑黑亮亮的身体 头上两根触去灰啊灰的 那个生物 很不想说那个字 但是 对 张囊娘 よし Mina 如果看完影片之后觉得还不错 可以按下超级感谢小儿支持我一下 或是直接加入会员 让地方妈妈持续良心制作 另外 也可以到这些平台关注我 哎呦 追踪一下嘛 让我什么 最近马娘手游在台湾上市 又再次造成话题 是没很多人在晒马 不少因为马娘的关系 跑去看那些圆形的马儿们 独克阿伯们都看傻了 娘化 女人化 都是在ACG圈行之有年的文化 跟着这股风潮 现在已经来到了 万物皆可娘程度了 再说一次 任何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都可以娘化 这就跟日本新小说 名字越来越想一样 没有人可以阻止日本人的脑洞了 所以这支影片 就来探究一下 娘化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 还有 为什么娘化这么受欢迎 说到受欢迎 Subshock 也是一款相当受欢迎的VPN 因为操作上面很简单 你就点你想要跨了国家 只要几秒的时间 它就连线上了 Subshock如果娘化 大概就是胡桃这样的形象 就像一个网路高手 帮你在网路上面畅通无阻 还很会隐藏中机 保护你的个人位置 这样一想 根本超婆 而且这个老婆还可以带着走 因为不只装在电脑上面 还能装在手机上面 无时无刻享受跟他贴贴的亲密时光 如果你很不爱想要跟别人共享老婆 可以 放心不办法 而且还有30天的免费的试用期 不满意 不收钱 不过我想你会爱上的 所以我这边另外提供一组 专属折扣码 说乎就有1.7折的优惠 外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 Surfshark 娘怎么样 这主意 不错吧 在讨论娘话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 拟人话 拟人话顾名思义就是把 不是人的东西变成人形 像米老鼠 这时候就要问大家了 明明西方那边也是很多拟人话的角色 但为什么只要说到拟人话的大国 大家还是会把手比向日本呢 这又跟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他们的800万神到预言故事 就有不少非人 画成人形的传说 例如 贺的报恩 可以变成年轻女性的白贺 日本传统民间的宗教信仰 有所谓的泛灵观 他们相信 万物都有灵魂 这也间接让日本的创作者 容易有将物品 转化为人的念头 而拟人话 也不一定要是变成人性 会说人话 有人性等等 都可以是拟人话的一环 拟人话后的角色 也会根据他们的外观 大概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原性 通常这一类会保留对象原本的样子 然后帮他们加入人类的情感或性格 代表角色有 七大座里面的小树获克 第二种是半人形 像异世界里 有着毛茸茸的耳朵 和尾巴的兽娘们 这类型的角色 虽然有着人的外形跟脸孔 但还是会保留部分原本的特征 好 那最后一种是 完全人形 这个形态的角色们 会在外貌上面 几乎失去原本的特征 举例像是 身影少女里面的白龙 她的原型是一条龙 但可以变成踏实亮 变成外形之后的12岁的少年 在ACG圈的世界中 这样的拟人话又叫做 蒙拟人话 除了拟人话之外 再加上会让人家喜欢的蒙元素 让观众会不自觉的投射情感和欲望 蒙拟人话的概念开始有个雏形的时间 大概在2001年 当时还在IE浏览器 有人把IE浏览器的宗旨见拟人话 因为长得像香菇 所以香菇娘就莫名其妙的红了起来 然后2003年 备长探漫画诞生 疗愈的内容 让她在2004年获奖有了一定人性 所以普遍认为 是蒙拟人话的开端 而让蒙拟人话的概念 广为人知的 是2007年的 侵略花枝娘 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人类因为严重污染海洋 居住于海中的花枝娘 决定对陆地展开侵略来惩罚人类 虽然她才是被惩罚的那位 花枝娘的外形是个娇嚣可爱的女孩 不是坏个可爱的女孩子 就跟你说那是花枝喔 她有非常多花枝的习性 像是土墨汁 害怕虎金 那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 其实也是头的一部分 头发则是可以再生的触手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设定有趣 个性又可爱的魅系角色 很快就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后 蒙拟人话 就像病毒一样蔓延 举凡国家还是兵器 通通都出现的蒙女人话 这部分不限男女 刀剑乱舞那种的美型刀男 也是经典的蒙女人话代表 好 那娘话呢 台湾和中国常讲的娘话 是蒙女人话的分支 只刻意将角色变成女孩子 例如原本在历史上面 应该是男人的角色 到动漫作品中变成了女性 这类的性转也可以叫做娘话 反正不管什么 到最后变成可爱女孩子的情况 通通都可以叫做娘话 娘话最棒的地方在 她能把不可爱的东西 变得很可爱 2013年的游戏 舰队 Claxion 游戏里把二战的战舰蒙年话 玩家必须收集这些舰娘 才能进行对战 就跟车展请showgirl 球队请啦啦队一样 要抓住消费者的钱包 就要先抓住消费者的眼球 有人潮就会带来前潮 果然一推出 马上又受到许多玩家的喜爱 像车家美人的组合很无敌啊 因为女性柔软纤细的外形 比较容易激起人类的保护欲 和占有欲 所以市场逐渐倒向 用这样的操作方式 开始各种脑洞大开创作 万物皆可萌 可爱及正义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常见的寿娘再不说了 这边列举几个特别的例子 首先 堪称国中健康教育文本的优质作品 工作细胞 透过把所有的细胞拟人化 来描绘人体内各种不同细胞功能 还有细菌啊 病毒是什么入侵人类的身体 虽然女人化后 不是这种女生也有男生 但带齐话题录的是萝莉写小版 让你不得不承认 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乡下的女孩 再来是前几年的黑马 宝石之果 跟其他娘化作品很不一样的是 它是拥有宝石身体的人形生物 全身上下都是由矿物组成 像是金刚石 灵液石 橙沙等等 作者赋予他们真实的矿物特性 不会流血 不会死亡 除非整尊的被月人带走 不然他们的生命接近于无限 根据矿物的不同 硬度也会不一样 主角灵液石的硬度只有3.5 比其他宝石都很容易碎掉 所以初期都是负责打杂的 给大家一个小知识 虽然宝石们各个都是可爱女孩的外表 但是他们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要说宝石之国是娘化好像有点 不太正确 蒙明人的话会比较恰当 前面有说娘化 可以把不可爱的东西变得可爱 但如果是恶心的东西呢 例如有着黑黑亮亮的身体 头上两根触去灰啊灰的那个生物 很不想说那个字 但是对 蟑螂鸟 我真的不行 他太灵态了 算可爱 还小豆侧如 但还是会产生厌恶感 蟑螂都有了 那该不会还有大便吧 怎么可能没有 来 其实没有这部作品啦 这个只是动画天才妙老爹里面的内容 老爹的学弟是个游戏设计师 因为结稿时间快到了 好来找老爹帮忙 想念人化的企划 他们就想了一大堆 发现什么寿司 赛马都做过了 于是想到最后 Doki Doki 便便男子出现了 诶 哪里有大便元素了 有啊 头发部分 像这个是顺便便 这个是硬便便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女主角 就是这么叫她的 现在不只日本 宁人化的病毒已经传播到其他地方了 像台湾在2014 由西蒙创意提案的高杰少女 因为吸引到不少年轻族群 高雄捷运就继续跟西蒙合作 正式成为高雄捷运的代言人 再来还有2018年开始 为福部疾病管制处 跟多位会师合作推出的 疾病宁人化防疫文宣 会师们也不是随便画画的 他们是真的有根据病毒的样台去做设计 在一张天花公布后 凌花老师在她的社群上面 阐述她的创作理念 她呼吁大家 没事不要去搜寻天花的照片 那个会让人家密集恐惧症发作 但为了要画出来 她必须要不断放大 思考该怎么呈现 最终笼包被画成了漂亮的衣服 真的助かる了 一系列的疾病女人图 红到外媒都有报道 就有人笑说 这样不会让人家更想展翼吗 我自己看一下 觉得蒙女人化成功有两个重点 第一点亲切感 因为角色的原型 多半在现实生活中里面可以看到 观众很容易就能发现 制作组的用心 还有各种小彩蛋 像是知道马娘们 实际上是参考现实中的赛马 就会让玩家产生点接感 而且会想进一步的了解那些赛马的事情 像她主流女人化 会保留比较多人的外观 因为比起单纯会说人话的物种 变成人形或有对等感觉 比较容易产生亲近感 不像人和动物之间 会产生一个上对下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彩虹小马跟赛马娘 哪一个你会骑上去 讲都会都给我出来 人不会骑人但人会骑马 有漂亮人形外表马娘 就会更受到一般人的追捧 第二点是 满足幻想 当然不是说什么奇怪的性癖 假设一个喜欢剑队的人 刚好也是喜欢二次元萌妹子的宅宅 那两个碰撞在一起 不就喜上加喜 那些角色都被赋予了原本的属性 包括人设性格等等 看到角色 就会不自觉想到她的本尊 就会觉得很幸福 不管怎么看 女人画从商业角度和传授知识方面来看 绝对是好事 要有很多人因此认识到军舰 认识到古代刀舰 更能让企业口袋赚饱饱 但有人喜欢就会有人反对 有一派人表明 讨厌什么都娘话 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被乱搞 明明是很帅的兵器 却硬要变成一群小妹妹子 而在女人画作品百搭之名的状况下 大家也逐渐感到审美疲劳 开始有人指出 这些女人画的角色 看不出被拧物本身的元素 画个美少女美少女 就跟你说这是女人画 单纯为卖而卖 完全失去女人画的意义了 所以骂鬼骂啦 除了之后招商争相 娘话的风潮一定还能再持续个几十年 因为能用来女人画的题材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一定还会有更多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被拿来二窗 说不尽性情也可以被娘话 我随便收一下还真的有 地方宅女良心制作 绝不脱稿 需要您的关心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除了按下喜欢之外 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马夏莎见 掰